现在我们到了云子溪最佳的观景地方 也就是最高的雪山 蹲在这儿缺氧 为了拍个视频 出了半条命 出发 一步一个脚印 现在外面的温度是6度 海拔4200 很奇怪的一点 还出了太阳 它竟然这个雪 没有融化的 茫茫雪山 这要是在我们湖南雪 早就画完了 来 倒下去 倒下去 我也想要倒 快来倒 倒一个 我缺氧我不动了 我站这儿不动了 近一点吗 我要开始倒 来吧 眼睛丢地上了 趴上去吧 一脸趴上去 来 123 你看这个雪好深 走开 手插进去的印子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拍着呢 一点都不放松 屁股先蹲下的 重新来 整个身体僵硬的倒下来 我倒下来 对 这个姿势好标准 冰哥来尝一口 雪的味道好不好 三个水果 这句话 雪都不服 太神奇了 你看这温度其实挺高的 我们穿的挺热的 雪竟然不化呢 什么原理 雪也缺氧 他说容我传传气再化 难怪了高山高里 哪个都有雪 是的 我们屋里没雪好 我也吃一块 这雪好纯洁好干净 放心吃 我吃一大块 好冰牙齿 开始 开始冰哥的三毛田的表演 三毛都多夸你了 这都一毛 再来 不行 再来一个好的 这差不多 现在下午四点多了 日照金山我们就不等了 只能原路下山 然后去找地方休息去 这一天 看过了太多的美景 今天最有福气的就是我们的眼睛了 刷 不是眼睛 只是去的刷 去的旅行 用心的看去刷 那不够震惊 不够震态 不够惊叹 不够震撼 你看过你四个年 能耍水 现在我们车里温度可能达到了二十几度 二十五六度 千万公里达到九度了 没得你刚过九度了 特别热 我都想开空调了 都是一件衣服 还想开空调开空调吧 太热了 然后外面温度九度 雪竟然不化 多神奇的一个现象 就我们在外面也不冷 也感觉太阳晒着也蛮热的 这就是最理想的玩雪的境地 要不然你在别的地方玩一会儿雪 手好冷 脸好冷 赶快回家 你看这会儿的蓝天白云 配上绿草地 像假的一样 不 用一个有文化的词叫美的窒息 现在我们又从余子溪返回到了新都桥 要在新都桥住 就附近的这些酒店民宿 你看的稍微上眼一点的 就是500起 上不封顶了七八百块的很正常 我们现在找了一个连锁的 看看怎么样 然后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左边 左边进去 这个家 对 我们现在找到这一家 这里停车还是挺方便的 左转 导航结束 我们今天订的是一个家庭房 338的 一楼 房间不是特别大 但是一张大床 这个床应该是1米8的 配了一个1米2的小床 它品牌的设计的还是可以的 这里还有一个写字台 可以在这里喝个茶 写个作业 然后洗手台 是在洗手间外面的 这个设计好 然后智能码头 洗手间 宾哥今天晚上有好吃的了 我们找了一个好地方 来给他煮饭吃 你说会不会像上一次一样 又煮糊 煮酒 煮酒 因为在这里看了一圈 这新竹桥 就是川菜和葬餐 都不想吃了 所以我们就自己煮 然后我们自己带的又有菜 又省钱又好吃 这一次呢有经验了 先把米泡一下 你看我们带的什么 选子鱼 辣菜 米粉肉加茄子渣 我还没吃你们的选子鱼 选子鱼这里有啊 你看 哇 今天看你们视频 这个选子鱼好香的嘞 等一下赶紧吃 好的 你用筷子夹吧 我也是这样想 哇你这筷子洗了吗 洗好的 每次用完都洗过的 我要调根就好 其实看这样子长 我也能吃的 这个蒸好的 再加蒸就蒸好了 再加热一下 会好吃一点吗 妹妹好喜欢吃这个米粉菜呀 我也喜欢吃 能不能减着火 有气吗 有 人家说高海拔是打不着火 我跟他死了 换个火 换个火 换个煤气罐 破了谣言了啊 超过3000可以打着火的 吃饭应该吃得行吧 煮个饭的时间天就黑了 搬到酒店里面吃了 他们俩吃的挺香的 今天饭很好没有糊 吃不幸福 中午说的剩的牛肉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带的菜 米粉菜 米粉菜 真的超级好吃 还有选自鱼 我要吃一点那个米粉菜 你给一点给我吧 给一小块给我 一小块一点点就够了 哎他这个桌子设计的挺好的啊 吃个饭挺好的 我感觉那小朋友就够 不是给我的 我不是那么小一块儿是给我的呢 还是女儿好